老公,你沒事吧?怎麼會胃出血? 兒子,你沒事吧?你別哭 我已經和他一件檢查過了 他因為吃了過量的止痛藥 所以他會胃出血 其實我沒什麼事,我想我可以出院 最多我明天回來檢查 我媽媽和月仔的身體不太舒服 我想回去照顧他們 但你的血色素和尿素都有點不正常 我怕你的胃有事 你還是留院觀察多幾天吧 就是了,有老公看著你 我們會比較安心的 只有你們在家裡頭暈身氣怎麼辦? 現在的醫生真厲害 自己病了還可以照顧兩個病人 難道醫生是超人嗎? 你聽聽吧,醫生也不贊成你出院 你自己也是醫生,拜託你乖聽話 我明天煲個蛋湯給你 行了,我留在這裡,你們不用擔心我 不過聽我說,別來探望我 走來走去反過來,到我擔心你們 你怎麼搞的?你…你真的很煩 比我們老公還要煩 煩也要說,留在家裡不用探望我 你有甚麼事打給我,知道嗎? 知道了 甚麼?你想我願意你老公去看精神科? 自從我救病復發之後 他就不停為我擔心這件、擔心那件 甚麼都給我安排好了 婆婆病了之後,他就更加甚麼都能上身 那倒是,一見頭自射箭想做超人 長大就要拯救世人 我本來也不為意 但是他現在進了醫院 依然這麼擔心我們 你說他會不會有情緒或焦慮的問題呢? 也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你最近全身痛,可能是你太貧薄而已 肌肉拉得太緊張 有可能會有些乳酸積在這裡 所以我會幫你檢查一下 到底你有否拉傷肌肉和弄傷肌件 不用了,我沒有弄傷 有弄傷我不知道嗎? 知道你就不會經常吃到胃出血了 是魚仔開箱叫我幫你 你以為我有空嗎? 把雙手舉高吧 嘗試把你的頭領向你的左邊 那領向你的右邊 如果你能感覺到棉花的,就搭油 兩隻手的感覺是不是一樣呢? 剛才跟你做過所有測試都正常 也沒問題 如果你還是覺得痛 還要是深層次的感覺 我就會推薦我的病人 你去看看精神科 看看會不會是心理影響 你不用這樣反應 你自己也是醫生 你應該很清楚知道 看精神科醫生 不代表你精神有問題 病人情緒有問題都可以看他 你懷疑我有情緒病? 以你的狀況,你很有可能會患有… 我知道,都是那些什麼焦慮症 抑鬱症、禽症症 既然你還是不想遇上他擔心 那你就當是太太精神科醫生吧 你以為你讓他看見你這樣 他擔不擔心你? touching it 怎麼了? 怎麼?你走怎麼無聲? 什麼時候進來的? 進來很久了 不過叫你又沒有反應 對了, 剛才去想事 想什麼想得這麼入神? 我沒事, 你找個訊息 沒有, 師姐叫我和你吃午餐 後來她知道你進了醫院 想找個時間來探望你 其實我也想見一見她 我遲些給她電話吧 記住, 13號病床的病人要換藥水 好 還有她的驚針還可以給你更加熱 幹什麼? 沒有, 我靜雞雞來探望你 我不會被人看見我的 說不定, 他們是我老婆的針 你吞泡嗎? 當然不是吞泡, 我下班了 你下班了, 怕什麼? 老婆, 怎麼樣? 你找龍仔回家了沒有? 正在回家了… 那你叫龍仔過來聽電話 行…沒問題 龍仔, 快過來, 媽媽找你聽電話 這集晚上吃了隔夜菜, 肚子有點不舒服 我告訴你, 你不要自己吞泡 是不是叫你姐姐去接龍仔? 老婆, 我肚子真的痛 人養三胸, 不管你說這麼多了 就這樣吧 你探望我而已 用不著做我這種糞便騙你老婆 你有所不知的 現在六國大風相 我姐姐為了政府的六千元 特地在大陸, 來到香港 還要住在我家 你也知道了, 我姐姐和我老婆 正式是火星撞地球 總之就是糟糕了 如果讓我老婆知道 我叫我姐姐去接龍仔放學 而我自己鼠來探望你 我老婆也知道 對了, 合謙 大姑娘, 你是否應該跟我們夫妻說 為何弄到警察都來了這麼大事 有多大事 以前我在街上擺盤賣水果 經常被警察抓到警察館都是這樣 那現在又沒有人上警察館 大姑娘, 你退休了 回到大陸, 安享晚年這麼久 你當然不知道 現在香港養個小孩有多難 龍仔每天學三文兩語都不夠時間 你還帶他出去玩, 還夠出事 你叫他怎麼學好 老婆, 龍仔這麼乖 又怎麼學壞呢, 是不是? 你這麼說, 就是說我教為龍仔 小億這麼大的人 多餓臭大, 你不見過我壞? 因為我乖 乖, 你剛才有沒有說謊? 收下留情… 我叫你去接龍仔放學 你叫姐姐去? 老婆, 你聽我說 龍仔… 龍仔, 你快點過來吧 你過來吧, 你快點過來吧 我快兩步, 來 告訴媽媽, 究竟你有沒有學壞 沒有 你知道了, 小朋友玩起來 甚麼都不管了 龍仔因為跟人爭取玩 才被人推到地上 冰姐才會跟旁邊的爺爺吵起來 豈不是驚動警察 其實真是好小事 如果警察來了, 了解了都沒事了 就走了 在你小孩的面前吵架已經不好了 你會嚇倒他們的 我被你嚇倒是真的 你經常怕兒子有事 又說怕他出事 這樣叫疼他們嗎? 這樣叫撞握 還說現在小孩要教 還說小孩的大人更加要教 以前小孩哪有人疼的 不是一樣懂得嗎? 打球游泳, 通山走 好, 現在的小孩只懂得打驚 通山走, 不用半小時去大人報警 大姑奶, 時間已經不同了 這次不同的往日 以前叫精英, 現在叫尖子 以前叫山泥傾石 現在叫泥石樓 你在上面洗的也不是港幣 你… 姐姐, 你怎麼樣?你有胃痛嗎? 胃症倒流, 我偷偷就沒事了 這幾天, 你經常說我的手不舒服 又多了一身骨痛 不如這樣吧, 去醫院做個護照吧 痛就沒事了, 不用搞那麼多事了 冰蛇,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買紙痛藥好嗎? 你們兩個, 跟我一起去買吧 走吧 婆婆, 在這裡等下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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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姐到底有什麼事? 你也覺得不妥了 我姐年輕的時候患過肺癌 醫了很久才斷尾 我現在最擔心是她臨老翻髮 她的命真是苦 你也知道肺癌可大可小 癌細胞如果抗散到其他器官 病人拖得久就要對病人而不利 快帶到醫院去檢查吧 我姐很固執 你姐姐長年住在大陸 難得回來香港一次 你很趁她走之前滴她嫌身 她經常覺得自己是狗病成良醫 她也不相信醫生 小飛, 跟她很熟 我們夫妻怎麼能勸她才行 冰姐和婆婆都很熟 或者我叫婆婆勸她給我看 你猜她肯不肯? 魚仔, 你正在放病假 不要勉強 我其實沒事了 我早就回醫院燒假 但是你也沒有跟一件口商量過 那你就 她是疼我, 但疼得是中 你正如說, 中壞了大人是要教的 HELLO, YouTube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沛玥, 阿門 我是蔣祖文 我是胡定欣 我是江美儀 立刻訂閱這個 YouTube 頻道 收看 TVB 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片 記得 Like 和 Share 我記得按照片 記得按照片